有可能附近 这里附近掉下来 我们在下面再看一看 知识讨论又拿出地图比对 包含大地水土宝石和地质专家 以及官员一群人跑到被掏空的猫懒 16号基座附近溃开 这个陷落是要往下跑的时候 理论上在我从这边到底下 看到地上要很多的裂缝才得要动了 没有看到 所以有可能这应该是分开来的case 一定是安全的 对 目前来讲 但是它还是要做一个处理 就是说在上面要稳定 不然的话它下雨来的时候 可能又会松动 很快又会掉下去 专家强调如果没有豪雨 正大御花园后方 摊坊灾情就不会扩大 但是捷运公司为了安全起见 做出猫懒不排除 停止6个月以上的决定 等待这片山坡地整治完毕 再来恢复营运 至于猫懒基座安全性 市府之前就强调 集庄鹿岩15公尺很稳固 而且经过水平仪测试 被认定是安全的 不过口说无凭 专家也建议公布详细的工程图 来解除民众对猫懒安全的疑虑 中天新闻 吕嘉贤 陈乃杰 台北报道